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社团法人 台湾身心灵全人健康医学学会的 秘书长许淑芬女士 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秘书长你好 你好 秘书长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团法人 台湾身心灵全人健康医学学会 没办法让我们想到赛斯对不对 是 但是赛斯在这个后面 其实是整个不止这个组织 其他的还有包括基金会等等的 我们还有出版社 然后还有诊所 还有数位 管顾 管理顾问公司 都从不同的这个角度 要让大家认识 到底赛斯他不是一个什么 好像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 赛斯是怎么帮助我们的这件事情 可以稍微请您就是 比如说以我们的台湾 目前的这些系统来讲 为什么最后你在赛斯的这个地方 真的作为一个 我可以说离婚妇女吗 可以的 后被困住 后被困住 后来我又结婚了 我后来又结婚了 好 然后就是赛斯有帮助到 没有错 没有错 我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从人生的 就是人家说的人生的那种 就是很努力的 然后自己创业的那个女性 是 到后来离婚 失业 然后到人生的低谷 我想就是人生的 生命的陷落期 然后那个时候我接触到赛斯 OK 那同时当然因为我的弟弟是许天生医师 是 他也想要帮这个姐姐 所以他把我带到赛斯这个领域 然后我开始接触赛斯 开始慢慢从赛斯的构念来看自己 那我就开始发现很多很 我周遭有很多的病友 然后他们就这样走来走去 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比我还快乐 我只不过离个婚 那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就好像已经走到 走不下去了 为什么这个癌症四期 他笑声比我开朗 那为什么这个癌症二期 然后他告诉我说 生命有无限的宽广 于是那个时候我对赛斯这个 这些资料 非常非常的好奇 那后来我就进入了赛斯的学习 是 赛斯的学习 他让自己用另外一个角度看自己 你接纳自己对吧 对 后来就我发现了 我有很多的面向是我不了解的自己 赛斯他在告诉我说 人他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构念 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构念 他告诉我说 我可以去看看我的不够完美 而那也是我的一部分 我开始向内的去对我自己不够完美的地方 看一看 甚至接纳 那甚至有时候我看到我自己过往的所有生命的悲惨的经验 我开始长出自我疼惜 OK 所以刚刚讲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是完美 所以包括现在很红的那个序剧叫做不够善良 不够善良也可以被自己接纳对不对 是 不够善良的 而我们不够善良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比如说我的羡慕嫉妒恨 他其实是因为我想要成为更完美 我想要像别人这么完美 我想要像别人这么好 我想要像别人这么优秀 可是我做不到 于是产生出羡慕嫉妒恨的扭曲 可是我们要还原 其实我想要更好 我有一个理想版本的自己 于是当我认出来我的羡慕嫉妒恨是来自于 我想要美好的那个版本的扭曲 我其实会朝向自己想要更好的那个版本 去努力跟学习 但是这要透过我要接纳我的羡慕嫉妒恨 我才能找到我到底要什么 然后支持自己往更好的版本 但是如果我们不允许自己有羡慕嫉妒恨 我其实找不到自己 你有理解这件事情 而且也有接受 因为那个就是许天生医师 站在他旁边的时候 你就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光 对不对 没有错 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弟弟 从小就很优秀 我只要跟他一起出现的话 我就看不到我自己 可是他明明就也没做错什么 那你要嫉妒他吗 人家他多优秀 他又聪明 然后又努力 可是我又不够他这么聪明 我又不够他努力 我要嫉妒他什么 我要羡慕他什么 我就发现我自己处在一个很矛盾 后来就干脆放弃 我既然不能羡慕他 我既然不能嫉妒他 那我就走我的路 可是我要走不出自己的路 那我就卡住了 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环境 可能会有人跟你讲说 你要忏悔对不对 对啊 就是当我在过得不好 或者是我曾经在就离婚的状态 就有一些 有接触一些宗教的这些朋友 或者是就是比较好的 这些亲近的人就会跟我说 其实就是你过去 这就是业障 你就是因为过去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来消你的业障 所以你要忏悔 然后你要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觉得 我人生都已经过成这个样子了 我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做错事的又不是我 为什么我要忏悔 我到底要忏悔什么 我的妈妈对我不好 我要忏悔 然后我的婚姻出问题 我要忏悔 我的小孩忠错 我要忏悔 我到底要忏悔什么 我其实非常的愤怒 又非常的无力 我根本搞不清楚路在哪里 后来我接触赛斯之后 我发现赛斯告诉我 对你要忏悔 但是我从赛斯里面的精髓 学到的是 我要对自己忏悔 因为我对自己不够好 我不够接纳我自己的不够好 是 他让我知道我要接纳 我是一个不够好的妈妈 他让我知道我要接纳 我想要更好 但是我做不到 是 他让我知道我可以接纳我的没有用 他让我知道我可以接纳我的无力感 甚至我可以接纳我的恐惧 是 于是有一次我去跟我的孩子说 儿子妈妈不知道怎么样当一个好妈妈 OK 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在你状况不好的时候帮到你 那次我的儿子他回应我 我真的很感动 他说 妈妈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 你就只要是你自己就好 OK 我那时候就想着 原来我一直搞错方向 我只需要跟我的孩子在一起 然后去告诉他 我其实很想要做到什么样程度 可是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去做心情上跟情绪上的沟通跟表达 孩子就觉得他是被我爱的 孩子知道他是被我接纳的 是 被我陪伴的 他就会越来越好 是 你看 徐医师其实你不会用完美来看他 但很多人看你们的时候 可能都会看你们觉得你们很完美 而且你真的就是 因为自己的好强而成功对不对 什么事情给你认真做就一定会成功 然后会让你赚到钱 但是后来你进入到 赛斯的这个体系当中 赚钱是一回事 你赚到价值 我讲一个笑话 我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只要我努力 没有什么我做不到的 只有我要不要做 我曾经在很年轻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是这么的 这么的骄傲 可是当我 为了保住婚姻结束我的事业 是 然后 我后来婚姻也结束了 然后我也离开孩子 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我的人生发生些什么 我觉得我认真努力 我可以做的我都做 我不懂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我曾经很努力很努力去追求金钱 那的确在生命里面 我也赚到钱 然后那时候房子也好几间 然后补习班也做的还不错 是 可是我发现我不快乐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甚至去用那个shopping来满足我自己 我发现那个满足感 曾经有一次很夸张的是我买了五只手镯 五只那个A货的雕发手镯 买了之后 回家 我就把他放着 我很少很少来 我发现 每次看到他 我就想到我那一次的消费 他们并没有让我带来任何的快乐 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整个人懵了 我不是以为 我只要有钱就好了吗 穷人家的小孩 就从小就觉得 我就是要赚钱赚钱 于是我就努力追求金钱 那我发现 我并不快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婚姻就结束了 是 进到塞斯之后 我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 我的人生到底要什么 我的人生到底要什么 于是我慢慢思考 慢慢沉浅 慢慢去了解自己 我在后来 大概经过了 几年的沉浅跟了解 然后慢慢的去 接纳我自己的不够好 接纳我自己并不完美 然后慢慢跟孩子修复关系 那我的孩子也慢慢的 走到他人生的正轨 回到学校去 是是是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我的人生大概就完成了 好这时候有一个很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就是我一个比我年轻的一个表弟 他突然死亡 OK 那一次就有点像是一个闷棍打 就打到我的脑海脑袋上 我就想生命真的是无常 那我现在我的人生 我还有梦吗 如果有梦 OK 如果有梦 我就去追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是啊 我以前就想要念研究所 年轻的时候 我父母觉得我应该要牺牲自己 赚钱给家人念书 是 不是许医师 我还有一个哥哥 我的爸爸跟我说 一起赚钱给哥哥念书 我好 我想我曾经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好 那现在如果我重拾这个梦想 我要不要 我突然心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声音 就是我要 而且我一分一秒都不想要等 好哦 那个时候就突然就开始 就开始重新展开我生命 寻梦之旅 开始去追梦 OK 所以那个 这个追梦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 是 没有错 没有错 那时候你知道那个 因为我念的是一般生 我后来去考研究说念的是一般生 我背着那个书包 那个背包 然后在校园里面 因为我是念淡姜的 淡姜就是很漂亮 我背着书包在那个淡姜走来走去 老实说 我一个月之后 我才真的相信 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因为我丢本大概30年 然后第一次 我讲第一次 就是那个要报告的时候 其实我的PPT只会有那个条列式的 然后我看着那个同学的那个动画 非常羡慕 然后我一下子那个自卑感又出来了 自己不够好 那个自己又出来了 是是是是 我就想跟老师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报告 我下次再来 好不好 我回去重新整理 可是老师很棒 他说 书芬啊 我们 我们这个世代 不同世代 有不同世代的表达方式 是的 我相信可以考上我们学校的学生 没有一个人是不行的 如果你有准备 我们就来试试看 从那一次开始 从那一次开始 我每次都举手 说我要负责做PPT 然后我就去问我的同学 然后后来就是在生命追求那个 你刚刚说的那个有钱之后 我开始回来重组我自己 我的人生到底要什么 我就是一步一步成为一个 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那至于外在的价格 比如说赚钱 那个部分 我就当发现 当我越来越成为我自己 我发现那个价格会追着我跑 外在的那个金钱会追着我跑 哇 你的财富是这样 这样流动的 没有错 因为我觉得每次做一个个案 每次带完一个团体 看着他们那种越来越好 生命因着他们的努力学习 因着他们想要改变 我在这个时间点贡献了一己之力 然后他们看着他们越来越不一样 补习班快要打 后来又开始站起来 然后就本来有自杀意念的 后来跟老公就是开公司 然后目前越来越茁壮 然后这个生病的 他的孩子数就是降低 然后走上一条那个追求他生命品质 跟幸福的这条道路 我每次都看着他们 我每次上完课 我就觉得 哇好开心 可是也不知道在开心哪一国的 有时候回家 的确很累 的确很累 可是我那种心中的那种 心满意足 我觉得我在做一件 利己 利人 利益众生的事情 每次做完或者回到家 就觉得 我刚才才在聊天说 我其实就是有这种 做死都甘愿 那种心甘情愿 那种心情 是 我觉得那种 在生命的历程上 可以真的去做一件 你很喜欢做的事 去追着这个梦 我想这就跟创业一样 当我去做一件 我真的想做的事情 遇到困难 然后去克服 面对 穿越 然后去做到 我要做的事情 即使有时候 真的那个成就感 都不是金钱可以比拟的 而且更何况是 往这个方向去 只要是利己 利人 利益众生 其实一定赚得到钱 那我今天还想跟大家说 一个开运 开运的那个 开运法 就是 当你 带着一颗善良的心 助人的心 跟善良的意图 这跟宗教讲的发愿很像 当你是带着善良的意图 带着一颗助人的心 利己 利人 是 利益众生 你一定会为你创造一个贵人运 一定会有你内在的光 指引你 成为你生命中那个重要的引导 是 而你 也会成为别人的贵人 而别人也会成为你生命中的贵人 而这样子是一种加成效果 就所谓的爱的互助合作 这是赛斯哲学观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 我们一定会成为别人的贵人 就是利己 利人 利益众生 OK 那我们所有的组织架构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哦 秘书长已经讲到那个组织架构的话 就要请秘书长讲一下 就是 如果说是以这个 社团法人 台湾生命中全人健康医学学会来讲 你们的短中长期计划会是什么 我们的短期的计划 就是我们要 我们建构那个 线上的心灵驿站的疗愈课程 OK 那有包括有 癌症的 是 有慢性病的 是是是 那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短期 然后我们的中期 中期的目标就是 就以这些健康课程为基底做研究 做实证研究 发表期刊 那其实我们也一直在 我们已经在一个期刊已经投稿出去了 那应该在12月或者是明年 最慢明年6月会发表 那今年又开始在做慢性病的研究 那我们昨天也把所有的研究架构都做好 已经开始要跑了 OK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要做 赛斯心理治疗 赛斯的心理治疗的教科书 那就是赛斯的哲学观 那从赛斯观点的心理治疗理论 那从赛斯观点出发的心理治疗理论的技术 在做这样的研究 来奠定我们的学术地位跟整个学术界做交流 那是我们的中期的目标 那未来长期的目标 我们想要建构一个以实证研究为基地的赛斯身心灵医院 是OK 那以一个全人健康的照顾 那所有的病人住院或者是他来门诊 其实会加上心理评估心理介入 以心理跟心灵来看他的身体 以全人的构念来看他的身体疾病 在他生命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意义 OK 所以其实您如果遇到一个不想要好起来的 您是可以知道 这本溯源可以知道他卡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但是要进入一个探索的历程 而这个探索的历程是 我们会陪着个案去进入他的内在运作模式 他这个疾病在他生命中的意义 可能他从这个得到这个疾病 他可以有什么生命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 是 因为在赛斯的整个构念有一个很重要是创造观 他创造这个疾病 又或者这个疾病的产生 他不会凭空来 他一定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要引导他可能走向不一样的路 是 创造这个疾病让他产生的痛苦 不是生命的本质 是让他理解他这个痛苦 而学习并成长 离开这个痛苦的能力 是 所以这个我们再讲心灵成长 提升他的心灵配备 所以想当初就人家要你 就是好像忏悔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忏悔什么 可是在赛斯的这个部分 在那个创造观的部分 你理解是你选择投到这样的一个家庭 是 我选择投到这个家庭 同时我们在讲那个忏悔的部分是 回来疼惜自己 这些辛苦 理解自己的这些辛苦 先走完这些心理历程 然后再开始去慢慢向内探索 我为什么需要这些历程 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所以这有两条线要处理的 第一个是情绪 是 是情绪的部分 能够被我们先接住 OK 同理理解 然后处理之后 疼惜之后 接纳之后 才能真的回来真的去看 如果没有真的去处理这个情绪的话 是会一直处在院里面 当我们一直在生命的被害者这个院里面 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回生命的主导权 所以整个赛斯的哲学观 他其实是要我们拿回生命的主导权 为自己生命负起权责 权责权忍 好哦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身心盈全人健康医学学会的秘书长徐淑芬女士 跟我们讲 谢谢你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 然后也很高兴就是这个一路上面有越来越多人就是散步出去 然后让我们知道说赛斯的这个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 然后谢谢徐医师 然后真的有很多人知道 但是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透过这个影片让淑芬跟我们讲 你可以这样子看待你的世界 那再次谢谢徐淑芬女士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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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